所以我过去 有没有跟大家常常也讲一个故事 那个过去就是有一位法师 有一位出家人 名叫做修武法师 修行的修 无常的武 修武法师 大家认识吧 修武法师 他不认识字 出家在寺庙里面就做什么 做苦工 人家不愿意做的 他就去做 比方说洗厕所 挑水 砍柴 做一些人家不愿意去做 他呢 欢欢喜喜去做 以事无求 以人无争 而且在日常生活里面 常遇到人家批评他 骂他 侮辱他 甚至于打他 他只有一个 就是笑眯眯的 不在意也不在意 而且 遇到这样的人 他回头过来 跟他 合掌 顶礼 感谢他 有人问他 我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净土 那个才是关键 修武法师是这样想的 所以任何人 每一件事情 顺境也好 秘境也好 他从来不在乎这些的 他都是花花细细的 他心真的放下了 因为他的最在乎的 我这一生能不能往生西方 其乐世界 没想到他真的成就了 他真的成就 欲知词是往生西方 在海尔滨极乐世 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有人问他 你是怎么念佛的 我告诉你 他说 我的身体的细胞 都是阿弥陀佛 我每一根寒毛 都是阿弥陀佛 我眼睛所看到的 耳朵所听到的 一切万物 外面的声音 六根接触六成 都是这句阿弥陀佛 你看 人家是怎么念的 就是用这种心态来念阿弥陀佛 哪一个人 都不会成就的 个个都能够成就 就是这个秘句 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走到哪里 处事待人觉悟 你要把这句阿弥陀佛 应用 不要白念 应用 好好应用它 因为这句名号 太方便 容易 简单 你也不用去背 顺口你就念出来 很简单 四字 阿弥陀佛 连小孩都能够做得到 你说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会念跟不会念的人 不一样 会念佛的人 每一天 以这句名号 怎么样来改变自己 以这句名号 怎么样来改过自己的过失 以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怎么样来改自己的毛病 人非圣选吗 哪一个人在这个世上 只要你还是反复 你都会有放过失的那一天 那放过失 你能不能改过 如果你能够改过 你能够改善 你才是我们真的是念佛一个人 这么简单的道理 如果我们都没办法去透彻了解 那我们今天念佛 还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 这个做一个简单来给大家鼓励 有人问我就是这个道理 我没有直接跟他讲说 你念佛赶快到西方级的世界 人家听到你这句话 他马上跟你说 哎呦 叫我到西方级的等于叫我去死 谁敢来念佛 你说呢 我们知道很清楚 我们每个人念佛的人都很明白 释迦牟尼佛 以十方诸佛如人 他老人家劝导我们 要往生西方级的世界 是因为苦口活性 看到了解世子的真相 但是有一些人没办法 因为梅根的根性不一样 我今天我跟老蔡讲 你这一生你一定要发言往生西方级的世界 他听得懂 他意思好怀疑都没有 因为他了解 但是如果你对一般的根性的讲 我念佛为了什么 为了要往生西方级的世界 他不敢念了 所以要看根性 有一些根性不同 你要用善巧方便 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 讲经说法49年 到最后 他还是把镜头介绍给你 只是 有一些 晚讲 早讲而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